好 觀眾朋友 現在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3月9號 武漢一位醫生家屬向新唐人爆料說 漢陽有幾個小區再次爆發大規模感染 原因是有人出院以後 在取快遞的時候 群體聚集有感染了 爆料人說 那一片不僅小區封了 連周邊的路都封了 只能走高架橋 3月10號 有網友上傳一段視頻說 當天上午 在湖南株洲盧松區中南食品大市場 有一個老者在菜市場突然倒地身亡 死音不明 菜市場裡的人都戴了口罩 沒有人恐慌 3月10號 習近平首次到達疫區中心武漢訪問 有當地居民拉著橫幅上街 說 我們要吃肉 3月10號 網友上傳的圖片顯示 武漢將在3月底解封 沒有治好的輕症 中症全部轉入金銀潭醫院 省人民醫院 中山醫院 重症全部轉出武漢市 到黃岡集中治療 方艙醫院全部關艙 由3000醫護到黃岡治療重病人 不過 消息是否屬實 暫時還無法證實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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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